既下学宫的烧烤盛宴 朱子百家吃了都忍不住叫好 嘴里嚼着西方的口香糖白朴 吃什么都只能吃出酸味 齐鲁大帝物产丰富 却没有一颗多余的蔬果 可以用来喂给屁股长歪了的饿死鬼 想要品尝社会主义的好滋味 我建议你们还是换个脑子再来吧 大家好我是龟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资博的烧烤在社交媒体上 火得一塌糊涂 不光咱们老百姓吃着开心 看着热闹听着舒坦 甚至就连联合国前秘书长 兼环境规划署 前执行主任索尔海姆 都忍不住坐着高铁 去这座三千年古都 体验了一把人间烟火 我最近是假流刚缓过来 吃烧烤这个福分 现在是肯定无法销售了 而且我一时半会儿也腾不住空来 去资博赶考 所以我也只能在网络上 靠着各位分享的许多信息 去脑补大家伙在现场的欢乐氛围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在如今的资博 被烧烤带火出圈之前 我对这座城市最大的了解 基本都来自于司马迁的时机 以及这些年来国内拍过的几部 质量上乘的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作品 更准确点说 我所了解的是如今资博市下辖的一个区 林兹区 林兹那可是太有名了 公元前一千多年 在华夏大地上就已经是响当当的存在了 林兹这个地名据说是齐县供给启的 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各诸侯国之中最富庶的 而林兹作为齐国的都城 自然更是富甲天下 在同时期的大多数欧洲人 还不知道怎么把食物的品味 上升成为一种文化审美的时候 开设在林兹的 由齐国地方政府鼎立支持的人类 在这一时期最高等学府之一的基下学工 就已经在向各国的学子们教授 治大国若通小仙的伟大哲学理念 当然我想老子他老人家这句话 其实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一个能把庞大的疆域都治理得 井井有条的国家 那么他在饮食造诣上的成就 也不会滴到哪去 烧烤我都不提了 当年管众在住宿立作那会儿 估计就是边吃边琢磨出来的 将各种生蒙海鲜 都包裹到一个个内敛含蓄的饺子里头 绝对称得上是山东饮食贡献给全中国 乃至全人类的一大创举 现捞上的大坝鱼 把肉刮下 剁成鱼糜 或者一定比例的肥猪肉馅 包裹到用上好面粉揉成的饺子皮里头 下锅滚凉滚 捞上来就着蒜泥醋 一口下去就是整个东海的好滋味 一边吃着一边还得不停的往嘴巴里吸气 就怕馅里头的鲜美的汤汁 一不小心洒出去一滴 几个鲍鱼饺子下肚 再喝一口饺子汤轻轻喉咙 然后再继续用烙饼卷着小葱 裹着烤肉大块赌鱼 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当初齐国那么富有 最后却让秦国得了天下了 就这伙食标准 你换我多吃几顿 我也迈不开腿来了 灰剑扫六合 我们还是先吃饭吧 焦东的鲍鱼 再配上滋薄的烤肉 还有张秋的大葱和德州的扒鸡 天下大师可以再等等 先吃饱了再说 但是有一说一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 山东人民的技能天赋都点在池上 这里可是恐梦之乡 记下学宫的校长 那都得是荀子这个级别的大师 才能担任的 我们现在看着华北和华中 各地的大学生 都兴冲冲的去自博赶考 隐隐约约 就好像看到了当年六国学子 争先恐后 入其求学的热闹场景 我相信朱子百家们 要是今天能穿越过来 他们也会很乐意 搬一张小马闸 和大家伙拔酒言欢的 墨子和孔子相逢一笑 敏恩仇 不再为了学术上的执念 而板着副脸 转而研究起了 怎么叫如墨学说的精髓 从今天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实际 相结合起来的新时代命题 庄子和惠子 指着烤架上的鱼 讨论他快不快乐 张仪和苏秦 用各自的合纵连横之说 推导当今的国际形势 孙必用烧烤摊上的各种烤串 摆了一个简易沙盘 生动的给大家伙演示 怎么用我们的反舰导弹 和高超硬素武器 把帝国主义的航母编队 杀个片甲不留 至于老子 他老人家还是那么上善若水 总是面带笑容 不多说话 看到摊子上的烧烤师傅 忙不过来了 还主动去帮忙 一边帮忙 还一边聊起了自己的烹饪心得 就我们今天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说 要想实现大逼天下韩式聚欢言 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做到了 大想全国学子皆开怀 人生在世 一时住行 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了这么多年 好歹也算是攻克了第二阶段的难题了 这个成就 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骄傲 我相信朱子们知道了之后 也会很开心的 没准啊 今天站在资博的烧烤摊上排队等待着的 一张张小马扎上的年轻靴子里头 就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朱子败家呢 资博烧烤之所以能火烛圈 吃本身其实尚在其次 我觉得更重要的 真正让资博烧烤 从全国那么多烧烤中脱颖而出的 其实是资博市政府和人民 在这次群策群力的集体协作中 展现出来的强大组织力 这种上下一心 如必实质的高效动员能力 将人情味这种 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能量化的情感价值 成功实现了量化和固化 民方淳朴 热情好客 终于不再是旅行社用来宰客的广告词了 而是实实在在的成了一座城市的共振频率 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 别说是去吃烟火器 就算是去吃人情味 我想大家也是十分乐意的 正是因为有了政府和人民的齐心协力 所以我们大家伙今天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坐着高铁 去自博吃鲜爽脆辣的烤鱿鱼 而不是像那群中日都浸泡在万埃克浓度高度超标的汉江水里 但求今朝有酒的韩国人一样 沉迷于用廉价的工业番茄酱所构建起来的鱿鱼游戏 不可自拔 这样的大好局面是政府领导着人民创造出来的 道理是明摆着的 可好笑的是 我居然还看到某些顶着财经专门作家 知名财经领域创作者的所谓财经大会 在社交平台上坦而皇之的贪天之功 宣称什么 自博烧烤是在兑现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 还说什么自博烧烤的隐喻就在于此时此刻和平民对自由的表达 是不是觉得财经大会说的这两句话有点看不懂吗 看不懂也没关系 不用专门切回去看上文 我试过了 反复读了好几次 我也没看到 看来看去看到最后 我总算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家财经大会要么是太过专注于财经领域 导致忽略了其他领域的经营 能耐都长在玩弄各种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看不懂的高级术语和业内行话上 久而久之 连最起码的语言组织能力都退化到惨不忍睹的境地 要么就是人家财经大会压根就是不想让我们那么容易 就看明白他所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因为哪怕是他也知道 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环境已经不是2012年那会儿了 不能再由着他们那帮自由主义者 伪自由主义爱好者的性子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他们想要在这个新时代的舆论环境中生存下来 就得学会伪装和变通 尽可能的用尖声晦涩 甚至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所谓专业理论 来把自己的主张包装的尽可能的高大上 以至于就算是在谈论自博烧烤这种满是人间阴火气息的话题 你从他的自理行间也感受不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地气 恕我没有钻研财经知识的惠根 至于我还有我朋友圈里这群连炒股这个词汇 基本上都只存在于输入法记忆库的凡人来说 我实在是搞不懂自博烧烤是怎么和自由主义经济 那一套西方叙事构成逻辑上的强关联的 但是基本的是非观和逻辑思辨能力 我相信我还是有的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个 曾经在西方乃真是国内都非常流行的说法 说咱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发展成果 从根本上讲 主要归功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模仿的好 从里到外有样学样 而且还学的有模有样 你中国发展的好 是因为你学我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学的好 你发展的越好 就说明你学的越深入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用不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应的 你中国学着学着 就会把自己给学进去了 你迟早会学成我们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 学成我们西方价值观体系 和供应链下的一个组成构建 有了14亿中国人来为西方金字塔塔尖的 那一小撮当地基 资本主义的大厦何愁再屹立500年不挡啊 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直到现在还在坚信这种说法的人 虽然不能说是已经完全绝迹了 但是基本上也可以算作是悄然被划入到冰威 甚至是极为物种名单之列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套中国发展的好 就是得益于学西方资本主义学的像的理论 存在着两个无法从现实层面填平的逻辑漏洞 一个是中国发展到今天 经济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 其他任何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了 可中国非但没有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所同化 反而还迸发出了极强的反向渗透力 大有一股子冲出中国 在全世界范围内同西方流行文化斗一斗的出生牛族器 还有一个就是印度 这位更是重量级 我甚至都不需要多花费一个字去赘述 光只是把这个名字摆在这儿 就足够让一帮供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信徒 抓耳挠栽上好一会儿的 我曾经仔细琢磨过西方的这一套歪理邪说 最后总结出了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这里也放出来让大家看看 这只是一个故事 不是严谨的科学推理 所以它不一定对有什么错落的地方就全当是抛砖领域了 受地理因素限制 以前的欧洲人大多数是没有见过老虎的 那天一群白人殖民者坐着帆船跑到了亚洲来 见到老虎了 觉得老虎走起路来像猫 天爪子的神态像猫 捕猎的习性像猫 伸懒腰的样子也像猫 除了因为个头太大可能不会上树之外 基本上就是一只大号的猫 所以白人殖民者们很想当然的就给老虎取了个他们所谓的学名 依照他们脑子里那套旧有的认知体系管老虎叫大猫 既然都是猫嘛 那应该习性和行为什么的都不会差到哪去 欧洲的猫给条鱼吃就能给摸摸肚皮了 这亚洲的猫这么大个 一条鱼不够那喂一桶总可以了吧 然后第一个勇敢的白人殖民者滴溜着一桶鱼就上去了 完了左等右等半天不见人回来 第二个白人殖民者不耐烦也跟过去了 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等这波葫芦娃旧爷爷送到了第七个之后 船上的白人船长终于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的 等不及岸上的人回来拔毛就溜了 对了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剧情 跑过来找他那六个同伙的第七个白人殖民者 在看到地上散落成零件状态的故人之后 其实也意识到真实的情况和他们设想中的 已经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偏差 但是没办法 你两头腿跑不过人家老虎的四条腿 所以这个白人殖民者集中生智之下 究竟找了棵树躲了上去 心想小样这么大个儿 我看你还怎么上来 结果人家掉经白鹅大虎轻轻一跃就三丈高 先是蹦到距离地面最近也最坚实的那根枝杆上 然后弹出自己的爪子 就像攀岩运动员一样 不慌不忙的往最后一位送餐的外卖小哥那儿攀去 等步到他眼前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等对方尖叫 老虎先发花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猫要是不交 老虎就不会上树了吧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花这么长的篇幅 去讲一个我自己原创的预言故事 无非是想和大家说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是老虎啊 同志们 我们不是猫 是老虎 是风从虎的虎 是虎虎身微的虎 是虎聚龙盘的虎 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猫和动物所掌握的生存和狩猎技能 我们要么是天生就会 要么就是稍微接触过两下也能出类旁通 我就不信他们欧洲的猫爪子里头灌的是金刚狼用的那种金属 你还能血铁如泥了 他们无非就是仗着工业文明发家发的早 吃上了工业化的猫粮 用上了工业化的猫砂 繁衍规模远远超过了地球上其他地区生活的猫科动物 所以才堂尔皇之地用起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猫科动物这一整个大类 但是猫就是猫 你再怎么会上述 你也是猫 更何况上述又不是了不得的功夫 四国政府和市民所组织起来的这场烧烤盛业 所需要用到的经济学知识 可能甚至都还到不了猫上述的那个理论高度 但它就是管用 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喜闻乐见 大家就是爱吃这阶级气的一口人间烟火气 这都什么年月了 还抱着西方那一捆猫上树的裹脚布不放 2017年川普威胁要和我们打贸易战了 你们要给我们裹上 2018年孟晚舟被美加司法机构构陷了 又要给我们裹上 2020年武汉人民在窗台上齐声高唱歌唱祖国了 你们也要给我们裹上 现在大家齐聚资博 就着我和我的祖国吃烧烤了 你们还要给我们裹上 这都2023年了 拜托你们与时俱进一点 好不好啊 实在没有花样可以拿出来耍了 哪怕表演个摇打火鸡也行啊 翻来覆去的念叨猫上树那点三脚功夫 实属是有点太丢人了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别说是在财经领域混 我看你们就是跑去和你们的远方亲戚干一样的 电信诈骗的活就你们这个知识体系更新的速度 那也是属于三天恶酒顿的最低层 当然虽然我前面吐槽了那么多 但那些槽点基本上都是从将西方自由主义那一套 升班印套到字幕烧烤的那些财经大卫的歪理邪说上抠出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市场经济理论这个婴儿也一块倒掉了 恰恰相反 我觉得市场经济还算是一个不赖的经济理论 至少现阶段如此 当然了前提是它必须要处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 我在组织这期内容的过程中 查找并阅读了很多内容创作者的资料 并且从中汲取了相当丰富的营养 其中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印象的当属微博大威卢士汉 他在分析字幕烧烤为什么火这个话题时 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颖的观点 固然字幕烧烤能火起来 这背后肯定离不开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理支持 这是很典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自上而下 然后再自下而上 政府牵头组织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 实现了从餐饮到旅居到交通的一条龙式的统一调度 所有环节都被充分调动起来 参与进来 为烧烤这一个核心环节 源源不断的提供正向的助推力 这些助推力单独拆开来看 哪一股其实都不算强大 但是一旦实现了有机结合 最后迸发出来的就是足以撼动 整个中国旅游业市场版图的人民伪力 可是想要做到这一点 光靠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还是不够的 资博士政府的能力再强 也很难跑出奇鲁大地 资博烧烤之所以可以成为这个夏天 最让中国人有食欲的代名词 这背后其实也离不开各路网红自媒体的摇起呐喊 别管那些跑到资博的网红自媒体 有多少是奔着蹭流量去的 他们在客观上的的确确是帮忙把资博烧烤 这块金字招牌给打响了 要是还像以前那样 要去请地方台省台甚至是央美来帮忙搞宣传 最后投下去多少宣传费用不好说 最后取得的宣传效果只怕大概率也不会像今天的这么好 你能说这不自由吗 我不知道资博士政府有没有花钱请一些平台上的网红 来当地帮忙搞宣传 但是我相信就算他们请了 充其量也就是请了张高铁票 请了一间酒店的客房 请了一个烧烤摊上的马扎位 这和撬动省级乃至是央美级别的主流媒体 所要耗费的宣传资源是绝对不成正比的 不劳媒体正规军下场 民间的游击队 武功队 县大队 驱小队 自发的就组织了起来 用上了不知道从哪儿缴获的意大利炮 轰的一下就把平安县城的大门给敲开 这要是都不叫自由 那我实在不明白 还有什么能称得上是自由了 但是 对 我又要说到但是 这种自由并不等同于西方和信奉西方那一套的那些人 所鼓吹的那种自由 就好像上树 你一只最多十几斤的猫的上树 和我一只动辄上百斤 甚至是几百斤的老虎的上树 肯定不是一回事 就好像烧烤 你西方人搞个烤肉炉子 把各种食材放进去烤制 这和我们这种就坐在街边 边说边笑 一根签子一根签子的慢慢吃 那也不是一回事 尖牙利爪 并不是只有你们西方的猫科动物才有 美拉德反应 也不是你们西方烧烤的专利 看到我们中国的老虎上了棵树了 看到我们资博烧烤红红火火了 就急不可耐的 要把你们三脚猫的那两下子往我们身上套了 这才不是理论结合实际 也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 就是纯纯的被星巴克定期推出来 撑撑场面的那几块羊面包给吃撑了脑子罢了 但是问题 它就是这么些问题 它不会因为你吃多了星巴克 反复折腾的那几个花样就自动解决了 它星巴克的羊面包再好 又能怎么着呢 它能喂得饱我们全中国14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和精神消费需求吗 就算喂得饱这个价格 我们14亿人民能够负担得起吗 更何况你们这些个替星巴克的羊面包 摇起呐喊的 你们甚至都不是面包师 你们撑死了也就是个吃货而已 而且还是试吃的那种 哪怕是在上部的台面里头的 所谓食品人里面 也是属于最上部的台面的那一类 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到底是哪儿来的勇气 把你们对羊面包的品鉴标准 用在我们的自博烧烤上 星巴克的咖啡度数有那么高吗 简直莫名其妙 再退一万步说 就算你们说的都对 那又如何 星巴克是什么很了不得的高大上的 米其林给了三星认证的咖夫馆子吗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今天的中国人 都没出国喝过咖啡吧 不会吧 真在意大利喝惯高价手工研磨咖啡的商务人士 有几个会把这种东西当成谈资 拿回来大推特推呢 我看人家也没觉得 你纯手工的意大利咖啡就强到哪去了 有那咸功夫等你滤完咖啡渣 还不如下单一杯 蜜雪冰城的雪顶咖啡来得直接痛快 对我今天还就把话说在这儿了 你们这些人津津乐道的星巴克 还真赶不上我们的蜜雪冰城 你们五成熟的牛排也赶不上我们的自博烧烤 你们的鱼生寿司更赶不上我们的鲍鱼饺子 你们的科罗那啤酒在我们的青岛啤酒面前 就是工业酒精兑水 你们政府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连我们的一根毫毛都比不上 你们那群自私自利 只考虑自己的街头群芒 根本就理解不了什么叫做人民当家做主 你们的资本主义就是不如我们的社会主义 我们就是代表着比你们更高级的文明显态 不服 不服你也得一年下水一个法国海军的舰队规模试试 你做到了 你也可以从实力的角度出发和我们这么说话 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老老实实坐在你们老西方那张 几百年没清理过的破皮沙发上 坐踏实了 我们说什么 你们安安分分听着就行 不要插嘴 不要打断我们的发言 不然来年我们还要下水一个法国海军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航母编队开到你们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去 当着你们的面给你们演示自博烧烤是怎么吃的 闻着从我们航母甲板上飘过去的香味 我们给你们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就着大蒜喝咖啡怎么了 我们就说这才是咖啡最正宗的喝法 你们才阔了几百年 就敢到处去只叫别人怎么建设文明国家 你们甚至连咖啡豆都不是自己种的 纽纳闲工夫还不如多给家里那两条快露成筛子的航母 多抹几层膩子 哪天他们要是一不小心沉了 别说和我们争论咖啡的正宗喝法了 你们就是连最便宜的雀巢速溶咖啡 估计都得当宝贝一样供起来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